日本今年将下线10架F-35A歼20产量将允超就在我国歼20正在小屁量量产的同时, 日本已经在今年年初已经成立了首制F-35A战斗机中队,该F-35A中队隶属于日本空子第三航空团302飞行队, 驻地在青森线三则基地,装备八架F-35A,而我国歼20目前据说已经下线了20架左右, 虽然成飞已经建立了类似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卖动生产线, 但是建造歼20这样复杂的世界级先进战斗机,并不是靠堆替生产线就可以迅速提升速度的, 特别是在建造初期阶段,这也是问题最多的时候, 但不管怎么说,歼20现在应该能够保证今年完成下线24架的小目标, 这已经比日本计划今年感触第十架F-35A要快得多, 而且我们是从投生产和组装一架重型隐身战机的所有零部件, 不像日本,目前多数部件还是从美国直接进口再传机, 速度本身就会快不少,而反观尖20, 虽然我国空军不会在歼20身上吝啬, 但是由于歼20毕竟造假杆啊, 使用半枚不如普通三代半战机广, 所以其建造速度和数量也无法与其他战斗机相比, 在初期,歼20可能会充一下产能, 在拥有一定的技术后,歼20的建造就会放慢速度, 一是等待空军使用后反馈厂家进行改进研制, 再生产改进行, 二是要, 倾斜一部分资源, 借到空军其他助力机型, 比如尖副师, 尖石游, 尖石一系列等等, 因为这些战斗机才是构成中国空军和海航的几辆, 虽然与我国周边部署的F-35A拥有代差劣势, 但是在体系的支持下, 还是能够与之一战的, 况且真要干起来, 空军也不会放任歼20作弊上官的, 日本反不起F-35A, 改买整机, 而且日本的F-35A造价高昂, 自己虽然从船机中能够学到一些技术, 也能带动本国企业, 参与研制配套零部件, 间接提升日本航空工业整体技术水平, 但是, 这种要描助掌势的拔高, 导致其学费异常常贵, 即便如日本才大气粗, 也不得不再组装完这一批42架后, 在后世采购20架F-35A和F-35B时, 要求美国提供整机, 不再自行生产了, 这样虽然采购费比自己传机能便宜多半, 但是目前这条日本刀珠烧香磕头, 从美国求来的天价生产线, 也将随之关闭, 封存, 这种行为在其他国家看来, 简直不能理解, 如此先进的战斗机生产线, 就这样从此致会了, 而按照日本现在一年下线10架的速度, 最多还有三年多, 这条生产线就将成为历史, 而那个时候, 歼20恐怕改进型的已经开始调产了, 而最终, 日本远期计划将装备总共70架左右的F-35A, 由于替换F-4核已经没有, 兴富价值的F-15战斗机, 并且随着F-15的逐渐退役, 日本仍旧念念不忘, 自行开发未来战斗机来进行替换, 以达到学习美国先进战斗机技术后, 研制自己的先进战机, 建立摆脱美国的前置, 并想借口防卫西南岛屿的机会, 向美国购买敏感的F-35B, 甚至其政客已经有了为其建造一艘氧氧气攻击舰用意部署的叫嚣, 可见日本先帮百姬想要获得世界新型武器装备的真实用意, 并不是其宣称的自卫, 而是要重新武装, 向外扩张, 责任编辑。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您问爱李显